譬如說太陽能或者核能的相關股份 因為看到現在油價都叫波動 昨晚就有一個比較深的回調 一到豆油就跌穿過100美元 但是長線一點來看 你會不會覺得油價都會繼續上升 還是去到現水平都差不多呢? 這個要視乎局勢的發展 還有究竟現在開始要制裁俄羅斯這樣的原油 尤其是美國要制裁 大家都會想美國制裁的影響就相對沒那麼大 因為本身美國自己也有產油 還有如果你說能源供應裡面 其實俄羅斯跟歐洲那邊的交易是密切一點 所以歐洲其實也沒有 他們也不能夠去制裁他 他們自己也傷不起 尤其是你看到德國的立場也偏遠一點的 對著俄羅斯的時候 那麼我們回來說到油價那裡 美國其實現在要制裁俄羅斯 他就自然又要去找一些 之前被他制裁的那些國家 就是委內瑞拉、伊朗 找一下是不是在那裡 看看、談一下、看看一些會談怎麼樣 可不可以解除之前被制裁的那些 就是有些人也笑 那遲些下次制裁第二個 是不是又要解除俄羅斯的制裁 那麼他就現在呢 最新的消息就是 可能解除委內瑞拉的石油制裁的 那麼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油價是跌的原因 那麼最新昨天就收跌5.8個巴仙 那麼也都是去到穿一穿一百 其實最新都是穿了一百的 變成商品也下了一些的 那麼這裏是不是等於高通帳壓力會解除呢 我想稍微放一放緩 那麼這個也都會影響著那個債息 那麼債息現在上到2.1的那個 那個十年期的美國國債止息 那麼上到2.1之後呢 不排除會 即是破頂了 但是不排除會做一個短頂 因為看到那些商品都會是輕微是回落了 但是如果油價持續站著是一百的話呢 那麼這個也都應該是對債息呢 那應該是比較是有支持啦 我會傾向覺得這裏呢 本身因為非常之大波動 所以如果你是去譬如炒油價呢 那就是要小心一點 繼續是回落那個風險啦 但是如果你由 譬如我們由2月 由12月開始呢 升得最急這一浪的那個油價 你拉到一條的上升軌 其實它是未破的那條上升軌 只不過是前排是 在這個的開戰 開戰之後呢 它走得很急 走得很急之後呢 就在 我想是那個調整多了 傾向看 就是首先要看回政治局勢啦 你如果突然間和談 這樣就有機會會跌啦 但是現在的情況來看 應該會是在那個 因為前排升得太急了 就是在那個調整之後 比較還是有力的機會比較大一些啦